在年份看到美不美 美女 還有桃花 包人追你 如果你說一些比較黑仔 甚至乎是撞斜 這枝是可以代表的 我自己就沒有底線 其實最糟糕的就是死 上集行完整間黃大仙廠 試了電子拜神 更加做了夏威BB的攝影師 今集不如求一支籤吧 傳統上大家都認為 求籤所得的籤文 是來自神明的啟示或預言 所以大家有煩惱時 都會來尋求答案 新年也會來求求來年的溫情 求籤來說最重要是有三部 第一就是貢品 今天選了水果 第二就是清香和聖杯 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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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的籤子 首先拿個籤筒 這裡是免費的 然後呢 如果你求多過一支 或者記性不好 最好就拿一支筆 和拿一張紙 記得心裡 勿念你自己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 以及求甚麼事 求出一支籤之後 就要集聖杯 看看大仙認不認可你這一支籤 是不錯的 但有沒有發覺 對比其他人 我的貢品是弱弱的 傳統中 燒豬、雞、酒和水果 都是拜神還神經常性出現的東西 到底要買多少便封劍有人 最重要都是誠心 求完籤就要過來這邊解籤 這裡是超級誇張 兩層有160檔的解籤檔 黃大仙慈隔離的這一座籤品節理中心 絕對是香港最大型的解籤地方 裡面就好像街市分檔一樣整齊排列 下層是香足袍和解籤檔 而上層就全部都是解籤檔 160檔 真的沒有壓力 而且還有WiFi上網 你一走過來 這一陣子已經有很多標明 他懂英文、日文 還有很多人坐在那裡 剛才走的時候 你也看到 他說我上網堂堂 我只錄到上面 他說我上網堂堂 不要以為求神問福 是老一輩人的專利 現場所見 都不少年輕人 有很多煩惱要求神 我告訴我你求甚麼 恩緣 求恩緣 現在有沒有發拖 就看看心情天主何時 對 我希望你今次做完 第二個希望你早日出谷 這間傳統裝修的解籤檔 招牌周圍都見到 更加標明是欣伯父女 小小間店裡貼滿了名利獎項圖 還放滿籤文 好像很厲害 想問一下幾號簽 19號簽 19號簽 問甚麼事 工作90年 1990年 靚女 馬女 看年份就看到靚不靚 靚女 還有桃花 包人追 我好像找不到我身上 有任何缺點 不過我來求工作 究竟我份工怎樣 這張簽文工作 很好簽 中吉簽 修文王 你配瓜 即是有貴人相助理 你說你做記者適合 或者做金融 即是賣文登金 周大福、周生生的金融 我都叫火黑金 帶黃金鑽石 你不要帶遊戲就沒問題 全部都很貴 有些便宜的 便宜的 便宜的 紅色衣服 火黑金 這樣適合你 想問何時升職家人工 就沒有答案 不過欣姑娘 都算是見證黃大仙簽盤的發展 他小時候就住在黃大仙 在這裏擺檔已經超過30年 全年無憂 當初也是繼承爸爸的檔口做解簽 和這裏大部份的簽檔一樣 是細雜製的 十多歲是探父親 幾毛錢相簽 真的五毛錢過半 三元 五元很多 那時 現在不是三十元 三十五元 四十元 四十元 現在這樣 有時黃大仙的簽盤 都是用鐵皮和木板做 但經過兩次火燭之後 當時的華文政務司 便建議東華三苑 興建這個簽品哲理中心 更加有效和安全地管理 所有簽檔和店舖 以前解簽更加要懂方言 好像潮州畫和客家畫 發展到現在 謊言都變成多國語言 這裏表現大約有160至161檔的解簽 有聲聲為何呢 絕對不是表揚你 而是有English speaking 我們都找一個 可以懂得說英文的師傅 看看 我自己本人 兩文三語都可以 但當然 你說太深入的字眼 我們都會比較用簡單的語句去代替 這位看上去都挺新潮的KK師傅 在黃大仙已經擺檔七年 除了自學和跟師傅學圓學術素 更加在不同的學校 進修風水命理課程 有別於這裏大多數細閘式的解簽師傅 細閘、司徒制 其實現在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行業 都已經是比較少走這條路 KK師傅的檔口就比較簡約 牆上貼的大多數都是正書 而門外就放滿了吹韻符 譬如說我背後面那邊 看著大仙廟 那些善信球員簽下來就看到 通常那邊會做遊客 即遊客 他的檔位位位於內行 所以多做熟客生意 平日都會出去外面 幫客人看風水 我回到下午兩點 接著做到五點 當然因人而異 如果我自己來說 一天我可以試過解百多支 一百多支 通常是過年幾天 新精頭那些 但淡季的時候 最差是試過一天剩下幾支 可能零的 現在連黃大仙廠有電子拜神的時候 當然都有電子求籤 這個就是求籤APP 求一下事業 88 花木蘭重軍 數字很不代表簽號 花木蘭代富重軍 那他要怎樣解釋 叫做中吉 我成父業 發揚光大 獲得上司讚賞 但我不想成父業 我也不會成父業 其實很多樣化 但問題是沒有解決的方案 如果在黃大仙的簽文裡 通常都是三個演義 根據那個故事 裏面那四句的簽文 就去代入了你想問的問題 我會用我自己的觸機 突然有些事 有些事你可以指給我看 我再加上那件事告訴你 而現在的簽文 亦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樣 會標示上中吉簽 那怎知道這支簽好不好 當然都有好簽語或是簽的 但都是如果我自己立場來說 我就會比較配對你心目中的問題去解構 那黃大仙這裏最好的那支是哪支呢 如果你說真是上上簽 就是第一簽了 我從來沒見過這支簽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求過一次 姜太公封封上 簡單說就是說 你做甚麼都可以了 打橫行的可以 有沒有哪支簽呢 球員是最差的那支呢 當然有下下簽的 如果你說一些比較黑仔 甚至乎你說撞邪那些 真的有的嗎 這支呢 時暈低的 這支93簽 就是孔子文為我 簡單說聽到的看到的 都是令你迷逃的 迷住了你 沒錯 而KK師傅 如果最多人求到的 就是這兩張簽 很多時候都會是大仙 想給一些意思 那些求簽者先信 先放下 然後才拿得起 握著拳頭前面有錢 你也要打開手才拿到 除了現在的這一百支零簽 為大家解決煩惱之外 舊時西醫未普及的時候 有些人有病 就會去黃大仙裏求約簽醫病 當時的黃大仙約簽 還有很多元化 有藍科、虎科、移科、外科和眼科 每科一百簽 全套就一共有五百簽 求完簽之後 就按簽文去配約 不過都不是所有約簽都是約方 有些簽文是勸善簽詩 更加有些是訓誡 簡直是最初代的心理輔導 人來求簽 又或者有人來看八字的時候 可能他的命數就快結束 都會的 一定會的 如果個人太負面 他知道很簡單 三個月後再見了 他那三個月就很痛苦 我們通常會告訴他 你小心在某些月份、年份 會有些大劫 小心點 很多人說天璣不可洩漏 但做解簽師傅 究竟可以洩漏到甚麼地步呢 我自己就沒有底線 其實最糟糕就是死 醫生都經常救人於符合 本來那個人會遇到意外死的 他救生他 那是不是他就承受了那個惡果呢 不會 我們只不過是說 根據我們自己的知識 解答或者解決 來到我們面前的有緣人 的一些問題 說到很有懶有使命感 所以說求簽 其實就是一種心理輔導 無論你求到上簽還是下簽 解決到問題的 最終都是你自己的